第五十七届金钟奖到这就要告一段落了 这次的金钟奖颁奖典礼真的算得上是史无前例 不仅是首次将电视节目和戏剧分两天举办 还诞生了有史以来第一位女士弟 接下来就盘点此次金钟奖的抓码事件 真的好精彩 小S稀败露露 关于小S和露露之间的故事已经说过不少了 这个结果还是很意外了 毕竟论节目知名度 吸力响要比婚礼歌手要高 论主持功力 小S要比露露强 最佳主持人奖也本以为是小S狼中之物 但事情发展总会出乎意料 其实当时评委之间也很胶着 二轮投票后 露露以一票之差协胜 评委给出的原因是 婚礼歌手主持人面对的是素人 不仅考验主持人的主持功力 还要负责搭情与素人沟通的桥梁 对于这个理由 大家也是各有看法 谁也说服不了谁 只能说小S 没关系 明年还有机会 谢银轩网会上爆粗口 因为你们的关系 可以写出俗女这样子的剧本 让一个40岁的女生有机 Fuck 在戏剧颁奖礼上 谢银轩那句Fuck 真的是当晚的最高潮 其实谢银轩自己也很意外 当然并不是意外会获得事后 而是意外会凭借四楼天堂获得事后 谢银轩一开始就是最大的总之选手 他入围了两部影片 除了四楼天堂还有俗女养成记 所有人一开始看好了也都是俗女养成记 包括谢银轩 在获奖后致辞时 谢银轩自然而然的根据事先想好的一样 说感谢编剧写出了俗女养成记这样的剧本 说完后才反应过来自己是凭借四楼天堂获奖的 于是脱狗而出一句Fuck 现场对时间就炸锅了 全场嘉宾欢呼 这一幕真的可以名流侵蚀了 其实谢银轩也是以一票之差 显胜杨锦华 谢错剧组后也向导演表达歉意 不过能在网会上遇到这么一个小插曲 其实也挺有趣的不是吗 陈亚兰称首位女士帝 我讲可是陈亚兰 发聘录与白王 恭喜 金周奖戏剧节目最佳男主角有陈亚兰霍了 她也成为首位女士帝 对于歌仔戏大家或许不太熟悉 但是如果是出生在厦门的九零后观众 绝对对陈亚兰这个名字不会陌生 陈亚兰几乎是把一生都奉献给了歌仔戏 卖房未婚也被许多人不理解 因为要反串女扮男装 也忍受了不少外人难以想象的痛苦 但是功夫不费有心人 陈亚兰终于凭借嘉庆君游台湾获奖了 简直是创造历史 金周奖设置也很有人性 陈亚兰选的角色就是男性 所以入围并获奖 这就是最佳男主角的意义 不以演员本身的性别去评判 而且在颁奖前的网络投票中 超过四成网友赞同陈亚兰获奖 所以这个奖项实至名归 华灯初上入围11下 可理无收 当晚最大书架应该就是 《华灯初上》剧组了吧 入围了11个奖项 却颗里无收 不过这部剧虽然很火 整体也很厉害 但是单课去比较 也确实没有特别突出的点 事后林心如也很难过 谈言一个奖项都没有 真的很惊讶 也有点失落 反省我们是不是真的不够好 老公霍建华 暖心安慰他再接再厉 不可否认是 林心如真的是一位 很优秀的制片人 而且正如她说的 金杯银杯不如观众口碑 未来还有很多机会 今中午时期就这样结束了 有遗憾也有惊喜 真心希望以后 能出现更多优秀的综艺和影片